Hello,大家好,我叫张妍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春节Vlog 我们家的春节往往是从早期开始的 我的行李箱就是我的专属衣柜 这是我的OOTD居家版 现在我们要出发回乡下过年了 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贴春联 我们这里一般不用胶带贴春联 而是用大腻脚成的护子 贴完春联之后 我们要出发去看一看老人们 由于路不太好走 踩了一掌泥巴回家 吃完一顿豪华的午饭 要为今晚的年夜饭做准备 我们这里一般会包饺子 寓意着团圆平安 圆宝形状的饺子也希望着我们来年可以走财运 由于我们这边大年初一不可以动刀 所以我们还要把面条提前来准备好 这就是我们的成果啦 大人在忙 小孩子在一边就需要负责吃 喝玩乐 用红色的纸提前把香炉罩上 晚上的时候用人这边的话来说就是要上香 也就是请门神造王保佑家庭来捏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接下来就是今天最隆重的年夜饭啦 我们这边的年夜饭主要是有年年有余凉菜和我们的河南特色扣碗菜 大家围在一桌热闹闹闹闹地吃完了今天的年夜饭 晚饭之后就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看天上的烟花 在家里人都忙碌的情况下 过年更像是一种休息 没有了繁大的行程 家人们团聚在一起 说说话 喝喝茶 一起出去走走 转转 也是家人们再次奔赴忙碌之前的安逆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